Hello,大家下午好 我是彩云 Hello,大家下午好 我是静雯,又是我们 对,大家都吃饱了吧 现在一定要三点了 又是下午茶时间了 对啊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还记得 我们上一个星期的 Live吗 我们上个星期 我们上个星期讲的 Live是消化系统 对 所以看一下 线上的朋友,有没有人进来了 对 我们看一下有谁进来了 等一下 哦有,Hello 安宁,Hello Sharon 下午好啊 Hello 大家还记得我们上个的Live 讲那个消化系统的 其实消化系统 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因为消化系统 是我们每一天所吃的食物啊 它都需要消化在我们里面的 那个系统里面 嗯 如果有谁的 对 如果有谁的消化系统不好哦 它会导致我们今天的主题哦 便秘 自肠 胃痛 胃酸倒流 很多很多方面 Hello Merry 下午好 Derek 下午好 Hello OK 这样我们今天就来进入我们的主题哦 好的 嗯 OK 这样我们今天来看 儿童长期便秘 儿童长期便秘的话会导致什么样的生命危险呢 OK 这样我们来看 Hello Payton 下午好 Lily 下午好 OK 这样我们来看 你看现在的报纸显示 儿童长期便秘 影响发育的心理不健康 这样我们来看 根据2018年的英国国家卫生级领传优化研究所 NICE报告 大约有5%到30%的孩童面对便秘的困扰 其中里面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小孩会变成慢性便秘 也会有呕吐 腹痛 及腹脏 等的现象 是 急性症状 必须要确定是否为急性 阻塞性 长 急 因为是的话 一旦错过黄金的治疗时间 严重的话 会有生命的危险啊 对 从来都没有想到这个长期便秘会这样严重 还会带来生命危险 尤其是华人的家庭啊 因为现在生育率越来越低啊 然后每一年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华人的人口越来越少啊 所以的话 家里有一个孩子啊 还是两个孩子哦 就是长上民族啊 就是手掌心的宝啊 所以很多时候就是 他想要吃什么 我们就给他吃什么 因为不爱吃饭了啊 所以他想要吃什么就满足他咯 然后吃很多垃圾食物进去啊 然后小小就变成一个米其林宝宝 米其林宝宝知道是什么来的吗 一个卡顿来的 一粒一粒一粒 然后全身就是一粒一粒一粒这样子了 那个叫米其林 而且还会有发育不良的症状 所以我们就来看 儿童长期便秘 影响发育心理的不健康 就比如便秘的症状 它会导致我们呕吐 可能就上吐下泻啊 还是偶尔会很像感觉不舒服这样啊 胃酸啊等等 还有腹痛哦 就可能那个 肚子一直觉得好像不舒服这样 然后一直肚子痛 然后过后还有一个腹脏 就是很像整个肚子膨胀 哇很辛苦 因为一直在厕所 可能蹲了几个小时 一直上不到大号啊 然后一直便秘 便秘到自己 导致自己很像很辛苦啊 整个人 如果我们长期便秘的话啦 会导致影响孩子的成长 可能就是发育不良哦 很像刚才静文讲那个米奇哦 一高一高的 还有慢性阻塞性长期 对还有严重会有生命的危险 对就很像刚刚报章所讲的 严重起来会有这个急性阻塞性长期 然后如果错过了这个黄金治疗时期 就会有带来这个生命危险 对 所以真的是要很好的去来照顾 这样到底便秘哦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尤其是小孩子 其实最大的元凶就是 一直以来吃到不正确的一个饮食习惯啊 讲讲耶 因为他们不爱吃饭 有很少很少有小孩子是爱吃饭的 可能小时候哦 就是比较肥肥 有肉很可爱的 可是越来越大哦 他们就越来越不喜欢吃饭 他们就会讲 我要吃快餐 我要吃炸鸡 我要吃披萨 其实这些很美味的东西啊 他们都是小孩子的最爱啊 尤其是零食啊 所以叫他们吃饭哦 可以坐在那边 喂他们拿藤鞭 在那边看住他们吃 喂他们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啊 不然的话就要用ipad来骗哦 开卡顿给他们看啊 用ipad来骗他们吃饭啊 有没有 先生的朋友 有没有觉得为小孩子吃饭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然后真的是火都已经是起来了啊 所以父母真的是很难耶 对呀 又要小孩子吃饭 所以如果很多就是嫌麻烦啊 因为为小孩子太浪费时间了啊 所以就买他喜欢吃的东西 就买炸鸡回来咯 买一些蛋糕啊 面包啊 就是一些 对 厉厉炸炸的东西来给他们吃 那种热量高的 高热量的食物 对 有小孩子是不喜欢吃炸鸡的吗 没有 不会吧 不会吧 I think觉得每个 现在每个小孩看到炸鸡都很开心 尤其是McDonald啊 KFC啊 对 我看到瑞丽讲 孩子们很挑食 对呀 现在的小孩子真的很挑食 你只能够煮他喜欢吃的 其实妈妈们买菜煮菜打包 都是买孩子喜欢吃的东西 不会买孩子不喜欢吃的 很像他喜欢吃肉 就会尽量买肉回来 然后煮一些大餐给他吃 然后他不吃菜就很少会给他吃菜了 对呀 父母们是不是这样 这样是不好的哦 不可以太宠孩子啊 对 安玲讲不可以小看小孩子有变态 因为会影响他们一辈子的健康 是真的 对 再来其实就是缺乏纤维啊 因为他们都不喜欢吃菜 但是纤维哦 只有在蔬菜水果里面有啊 肉类是完全没有纤维的 这样讲吧 嗯 因为纤维可以帮助我们啊 清肠啊 帮助我们更好大便啊 便秘最大的原因 大家可以去Google search 便秘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缺乏纤维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子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大人才有便秘的问题 小孩子啊有便秘正常的啦 小件事不是的 其实一样跟我们一样 大人一样是严重的事情来的 对 嗯 所以在孩子还没有长大之前 一定要给他们摄取 那种多蔬菜 还有那个水果 因为不然长大了哦 很难去跟他们叫他们吃蔬菜啊 对 配真讲要孩子吃菜很难 对啊 是真的 要花一点心思哦 妈妈真的是不简单 要花心思去用尽脑子去想 哦 怎样让孩子可以吃多一点菜 然后怎样可以让他爱上吃菜 对不对 嗯 再来便秘最大的元凶就是 课业的压力和生活压力 其实大家回想一下我们幼儿园小学 中学 嗯 是不是一直以来其实是有压力的 是紧张 对 就是比如因为现在父母亲哦 都是忙于做工 现在爸爸妈妈都是上班的 都是做工赚钱的 所以三岁四岁开始就把孩子 放去幼儿园 放去托儿所 其实宝宝们哦 这样小的年纪去到哦 其实他也是会紧张的 因为他要一个人去面对这个陌生环境啊 他要一个人去面对老师啊 面对认识朋友啊 其实他是会很紧张的 但是他 还是勇于勇敢的去面对 去适应啦 嗯 再来就是 五六岁开始就开始各种考试了 其实我们从五岁开始 可能从四岁开始就考试 考到去二十多岁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是面对着很多的 科业压力啊 生活压力 而且现在五六岁的 五六岁的科业很难耶 妈妈们认同嘛 他们就开始乘法表啊 除啊 减啊 对啊 加减 加减正常啦 但是他们已经是开始很深了 尤其到了一年纪哦 已经是越来越深 然后到了三四年纪 已经不会教了 家长们已经不会教了 所以只能够把他们 已经开始了 对 只能够把他们放弃 呃 补习班啊 功课班啊 来解决这个问题 对 嗯 其实还有疫情期间 我相信妈妈们都疯掉了吧 嗯 全部家长们呢 把那个线上的课程表啊 全部send给妈妈们 然后妈妈们就是一个闹钟 啊 等下三点 跟我上网上课了 你没有看着他又不可以的哦 老师 老师全部讲 一定要看着他上课 不然他会怎样 对 他会自己跑去上网 自己去看YouTube 妈妈们是不是 对啊 看戏啊 打游戏啊 对 都没有专注在上课 对 不只是 不只是孩子压力 其实妈妈也是很压力 对啊 尤其是现在疫情 妈妈们应该很感谢学校 很感恩老师 因为原来在家教小孩子 教小孩子上课是多么一件 辛苦跟痛苦的事情 对啊 嗯 我看到配真些 现在五岁学的东西 是我们小学学的东西 哇 够力 五岁 你看 对 其实越来越深了 对啊 因为他们很早开始读书了 那三岁开始放去 给他们开始学ABC 然后越学越深 越学越深 到六岁就已经会小学的东西了 嗯 而且全部要名牌学校 我要名牌幼儿园 我要名牌小学 然后我要出名的学校 不可能送他去一个不出名 然后一些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学习的学校 所以大家都想要孩子们 就是努力读书 其实他们一直以来都面对着 课上课的压力 然后生活紧张 对啊 所以久而久之就是造成这个便利的情况 配真些 全部妈妈都怕输 我看到 我看到安宁讲 我的孙哦 在几个月哦 送去那个孩子的 那个学校 对 因为现在有很多 还要一堆艺 开发脑 给他去那边玩东西啊 玩水啊 给他感受啊 其实 现在也是很多这种开发做脑 开发右脑的 对 对 Kerry写 现在的小孩子不只是读书 还有画画 武器 学钢琴 很 总之就是要动 要活动的东西 对 要让自己的头脑 更加的 活得更加精彩 对 因为越多文凭啊 对未来就 越多帮助咯 是不是 像钢琴文凭啊 学到第几级 grade啊 然后又要送他去运动呢 学一下泰拳啊 学一下Calote啊 等等 嗯 真的 所以父母们 不要这样大的 那个给孩子们 这样大的压力 对 这样我们来看 免疫学专家 30年的独特研究 能量的搭配 就比如 养车钳子 养车钳子 它是高量 可溶性纤维 及不可溶性的纤维 养车钳子 它就好像一个 天狼的铜边际 就是把我们身上的 那些好像 吃的食物啊 那些高热量食物啊 它都帮我们 就是通通的排出来 对 然后还有 治疗我们消化的 到疾病 还有我们的 防止我们的肠癌 还把我们的 就是不会容易得 那个大肠癌啊 对 然后还有 阻尽和维护我们的 肠道益生菌 嗯 然后还有 免疫学专家 30年的独特研究 能量的搭配 就比如 大豆 大豆的高质量 植物性蛋白质 是牛奶的 12倍哦 还有一倍 人体吸收的 钙质和铁质来源 还有注意 大脑的活动 对 刚刚有讲 是因为 长期缺乏纤维 是不是 便秘就是 因为长期缺乏纤维 所以要吃 高纤维的植物 就是这个 羊蛇纤脂 对 每100g的羊蛇纤脂 有78g的 这个纤维啊 所以的话 它要多吃 这个羊蛇纤脂啊 孩子的 那时候 肠胃才会 干净 才会健康啊 我曾经听过哦 就是 就是要买 油的东西给他吃 买炸鸡给他吃 因为油的东西哦 可以帮他 顺利大便 对 其实这个是一个 不对的想法 对啊 这个只会让 那个油哦 造成我们身体 更大的负担 包着我们的心脏 包着我们的肝脏 然后造成我们 心脏病的风险啊 大大的提升 所以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 要吃高纤维的植物啊 不是吃油的东西啊 大家 对 再来就是这个 明日叶 这个明日叶是日本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植物 它出名在什么 它的生命力很顽强 它是一个很长寿的一个植物 今天采了它一片叶子哦 它明天又长回来了 所以它是很长寿的一个植物来的 它可以帮助我们改善我们的消化功能 然后预防这个胃溃疡啊 对 小孩子就要多吃了 然后它可以抑制胃酸 分泌 就是不要给它分泌太多 也不要给它分泌太少 就是有一个平衡点 再来它是一个天然的利尿剂 所以不爱喝水的小朋友啊 可以给它吃这个明日叶啊 它会爱上喝水 因为哦 很香啊 味道很香 然后可以帮助它 勾身体的那些垃圾毒素出来 然后排出体外咯 然后还可以帮助提升免疫系统的 嗯 再来就是这个要多吃这个蔬菜水果啊 因为蔬菜水果里面哦 就是有很多高纤维 还有里面有很多种类的植物 营养素 所以可以帮助 第一可以帮助它排便啊 第二可以帮助他们提高这个抵抗疾病的能力 尤其是现在疫情期间 孩子们如果生病的话怎样办 然后又不敢去看医生 又不敢去医院哦 因为怕怕去到这些高风险的地方哦 会重感染啊 所以要确保孩子们哦 是呃 这个抵抗力是非常好的 然后它可以提供我们一整天所需要的营养 嗯 是不是 妈咪们是不是小孩子全部不爱吃菜 呃 我们有方法可以让他们爱吃菜 我跟蔬菜每一天 每一天都有在使用这个多种类的蔬菜水果 而且味道非常的棒 家里的小朋友一定会喜欢 对 大家可以PM我们 怎样来吃到这么多的蔬菜水果 然后味道又一流的 就是一些小秘方 我看到Sharon讲哦 哪里可以买到明日夜 嗯 可以PM我们呢 哪里可以买到 可以PM我们 对 但小孩子爱吃菜 嗯 这些全部成分哦 都是可以买到 而且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非常的安全 非常的独特 非常的有效 所以大家不需要害怕的 对 嗯 像我想问一下哦 先生的妈妈们 你们是给孩子喝牛奶粉还是豆粉呢 嗯 如果是讲牛奶粉的话 因为最近研究显示啊 多喝牛奶并不能为我们的骨骼提供更好的保护 对 实际上如果摄取大量的牛奶的女性 骨折或死亡的风险也比较高 嗯 然后如果我们摄取大量的牛奶的男性爱 他死亡的风险也更高 就主要是他的心脏相关的死亡 嗯 这样我们人有 研究人员的指数 随着牛奶摄取量的增加 OK 然后骨折的风险并没有降低啊 反而还会一直在增加上升 嗯 对 所以大家 对 无论是男女哦 摄取的牛奶越多哦 我们就压力就越来越到氧化压力 然后还有氧化压力 还有很快就会变老哦 嗯 然后还有癌症及心脏病都有关联啊 大家知道是不是很严重 如果我们摄取动物性的牛奶 嗯 对 因为妈妈们决定了孩子们的健康 决定了他未来身体的一个免疫系统 抵抗力 还是一些健康上的问题已经是决定了 对 所以的话 从小就要开始帮他们做选择啊 嗯 我看到线上很多人都写喝豆粉 确认写喝牛奶粉 嗯 有人 配真写家里长辈都讲 喝豆粉 瘦瘦没有营养 哦 不是啊 因为他们还停留在以前的那个时代啊 那个思维啊 对啊 还是一些健康知识没有再提升啊 现在越来越多报导显示啦 喝这个牛奶啊 还是乳制品啊 其实是会造成这个过敏的症状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嗯 还有这个就是这个哮喘啊 因为这个乳制品哦 它会造成这个呼吸道的一个过敏 还有哮喘 还有其他过敏反应的 所以的话哦 其实很多人哦 他不只是对这个牛奶过敏啊 他是对牛奶里面的抗生素过敏啊 哎 牛奶里面有抗生素 哎 怎么会这样呢 其实是因为有 大家所看到的那些广告啊 在 在那个 呃 牛西兰啊 草原上啊 自豪放的牛啊 其实不是这样的 其实是在一个很窄很窄的地方 然后全部养在一起 很像鸡呀 全部集中在一起 对 所以他不能够让一只 呃生病传染到疾病 不一只都不能 一只传染到的话 就会一传十 十传百 所以他整个那个 呃 饲养的地方啊 的那些动物全部都要毁灭掉 因为非常严重啊 感染的疾病 所以的话 他们就会给他们吃一些抗生素啊 会放在他们的饲料里面啊 然后防止他们生病 防止他们感染到一些疾病 所以如果 嗯 如果那个母牛啊 正在呃 就是一直在帮他吸奶嘛 所以他的乳房会发炎的 他的发炎哦 他就会有一种毒素 叫做青霉素 这个时候哦 他48小时里面哦 按出来的奶哦 全部都是有这个少量的青霉素 所以呃 受感染了的啊 受感染了的这个呃 就是有抗生素 里面这个已经有抗生素了 然后有里面又有这个青霉素 所以会影响会引起一些过敏的症状 所以大家还是不要选择牛奶 还是不要选择乳制品 选择一些植物性的东西 完整性的对 已经研究显示哦 如果从 就是找了24个人 他们也是有哮喘的 然后找他们去吃 4个月的树啊 然后发现到哦 71%的这个哮喘的人啊 他们的身体啊 他们这个哮喘症状哦 大大的改善了 嗯 嗯 嗯 所以的话 嗯 大家要选择吃一些植物性的东西 要少吃这个动物性的东西 对 就好像上一次我们的live有讲 就是 就算我们有运动 我们没有运动 我们一定要摄取很多的蛋白质 嗯 而不是那种动物性的蛋白质 是植物性的蛋白质 我看到安玲写 她的孙不会瘦瘦哦 而且还很active 对啊 哦 不会瘦的 其实吃豆粉的小孩子 是不会瘦的 其实大家不要误会啊 嗯 然后她也一样可以让我们的骨骼 发育成长 长到高 长到壮 不是只有牛奶有这个蛋白质 其实这个豆粉啊 大豆的蛋白质 是这个牛奶的12倍啊 所以大家要记住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直播啊 对大众很有帮助啊 想要让更多人知道啊 可以帮我们like and share 对 可以帮我们like and share出去 让大家知道 嗯 这样我们今天的live就到今天为止 然后我们下一个星期 再跟你们继续直播 我们下一个的主题是说 如何保护孩子 明亮的眼睛 大家是不是很想知道 让自己的孩子不要戴眼睛 对 因为刚刚跟我讲啊 骗他们吃饭 然后骗他们 这个骗他们那个都要给他们看iPad 要开戏给他们看 对 不然的话他们很吵 很闹啊 所以丢一个iPad下去 他们就安静了 丢一个 开一个电视 他们又安静了 但是哦 他们有时候没有看到哦 他们在电视前面 这样子静静看 嗯 然后iPad哦 他们还不知道那个距离啊 所以的话哦 你看小小 有很明亮的双眼 可是长大了哦 全部都戴眼睛哦 大家有发现到吗 嗯 那小朋友全部哦 三四岁就开始戴眼睛 三四岁就开始近视了 对 嗯 所以我们要怎样来保护他们的眼睛呢 所以我们下个拜三 同样的时间 我们再见啦 好 好 这样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